第一個我們要給各位看的是Arduino 各位應該有聽過 有沒有人專題是做這個東西 有課有教到是哪一門課 趙老師什麼課呢 OK 是主要用Arduino嗎 那這門課是選修還必修 選修課所以不是每一個同學都修就對了 那修完之後有什麼感想 你覺得你學到什麼 你印象中你覺得你 你學這個東西對你來講 在哪方面有幫助 對硬體會比較了解對不對 對硬體會比較了解對不對 對確實喔 那麼就是機器人 不然就是像這種 類似 機器人是已經都做好了嘛 你只是熱高元件組一組 但是Arduino是讓你 可以看到裡面的電阻 電感電容這些東西 所以感覺比較 比較覺得說真的你有在用硬體 不像熱高是 那個硬體都包在裡面 所以你其實感覺不太出來 對 那是個玩具沒錯 那所以其實這裡有 我覺得Arduino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它可以帶你進 軟體的人進入一些硬體的領域 特別在這方面我覺得它很好 那對於有一些人 他可能 比較早期他就玩嵌入室 或者是單晶片而言的話 他可能會覺得 Arduino這個東西沒什麼 他可能會覺得 我之前用8051做 就可以做到的東西 我為什麼一定要Arduino 還外畫一個板子 我只要一顆晶片就可以做到 因為用8051的時候 他確實用一顆晶片 就在做那些 你在Arduino上面做的事情 那但是有點不一樣的是 Arduino 他把門檻降低了 比如說你用8051的時候 第一個你要準備燒錄器 你要準備一大堆可能學校才有的東西 那雖然最後你是一個晶片掛上去 可是那個環境需要搭配 你在家裡很難有這種東西 但是到了Arduino之後呢 你家裡不需要有什麼東西 你只要有一塊Arduino就可以 再去買一塊麵包板 再買幾根電阻來插 買一些LED之類的 這種元件都是很便宜的 一千塊 一千塊可以買到Arduino 如果你買副廠的話 還可以連零件也都買 所以這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但是從Arduino開始 我們慢慢看到一個全新的世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從Arduino開始 一連串的東西 我們看到一個全新的世界 什麼樣的世界 我覺得各位這一代 你可能真的要去注意一下Arduino這種東西 而且可能不只是Arduino 像接下來這個樹莓派 我覺得各位可能也要去注意一下這種東西 OK Raspberry Pi 那Raspberry Pi 這個東西比Arduino 強大 因為它的CPU比Arduino強大 所以它預設呢 其實你會看它大小跟Arduino 幾乎一樣 Arduino多大 你看它大概就是多大 但是呢 樹莓派這個東西呢 它的CPU是用Arm的Cortex 所以它大小雖然跟Arduino一樣大 但是它預設你插一張SD卡 就是相機的那種記憶卡進去 你把作業系統燒在 寫在SD卡裡面 插進去開機 它是一台Linux 它是一台Linux 它是一台Linux上面的作業系統叫Raspberry 那這個樹莓派這個東西呢 我覺得它又 又 比起Arduino而言 第一個 它其實可能更容易用 為什麼呢 你可以用這個東西 直接接上螢幕 接上鍵盤 插上SD卡 它就是台電了 上面有Linux 而且它上面有GPIO 你可以看到它這些針腳都是故意留著 讓你插 也就是說 你把這些針腳 插 插出來 然後呢 插到麵包板 你要驅動LED 你會驅動LED 你要驅動四伏馬達 你可以驅動四伏馬達 好 OK 那這一個 這一個東西是在那個 建橋大學 的學生弄出來 那 弄出來之後 慢慢的 應該不只是學生啦 應該有是 有老師參與 一批教師學者和電腦愛好者 在2006年的時候 一開始他們是用這種 這種CPU 但是慢慢的呢 他們改到 上上面 所以它變得 變成一台完整的電腦 那為什麼他們要做這個東西 因為 2006年的時候 他們就看到說 現在的 學生其實 就是 不懂電腦 硬體 看到的東西 往往都是 很高階 你電腦一打開 進去就是 Windows 就是Game 就是多媒體 就是3D動畫 但是 下面呢 下面 這些即使是劍橋大學的入學生 他們 他們 應該在 各種能力上面 都很好的 但是 他們還是發現說 其實 大家都不懂 所以呢 他們決定 要做一個東西 讓小孩也可以玩 所以他們就說出了 Nexberry Pi 那讓小孩也可以玩 所以他很小一個東西 然後呢 你插上的 USB 插上 螢幕的插槽之類的 然後呢 插上SD卡就可以跑 你可以把它當成 跟Adreno在玩 而且裡面有個 Linux 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你可以在上面 跑Python 可以跑 各式各樣的 你在桌面電腦上面 可以用的軟體 它只要是Linux版 它幾乎都可以跑 那 也就是說像 Node.js 甚至Blender 這些東西 Blender 我就不確定 因為它必須要GPU夠強 但是 其他的 視窗啊 瀏覽器啊 什麼他都有 那所以 我覺得各位 可以注意一下 這種東西 因為 我覺得如果 如果你在學校 稍微多 在學校就開始用這種東西 它很容易就帶你 進到一個 硬體的世界 那 在我們系上 往往都是偏重軟體的 可是 硬體的世界的部分 我覺得 未來還是會是一個 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各位這一代 會有一個 危機 什麼危機呢 危機是 我們這一代呢 在念大學的時候 電腦還沒有這麼進步 所以那時候的電腦 是比較原始的 沒有視窗啊 什麼都沒有的 所以我們可以專心在寫程式上面 那時候也會有 因為你要深入到說 OK 那這一個電腦的原理 所以到背後你就會發現說 OK 那我們 我們 我們 會去探究背後的 BIOS怎麼寫 然後 怎麼用中段 怎麼樣子 寫DOS方面的 圖形顯示程式之類的 OK 那所以 有些人 他從小就 就 對電腦有興趣的話 他這方面硬體 其實他有 碰觸的 但是到了各位這一代之後 因為一開始就是視窗 一開始就很高階 一開始就是影音 所以大家其實 不太在意這些東西啊 因為 我幹嘛要在意 電腦背後的 硬體機制 所以 慢慢的 會看到說 有這個現象 所以他們才會 樹莓派才會 做這個東西出來 但是 如果你 仔細注意這些東西 其實你 反而會比我們這一代好 那如果你完全忽略它的話 你很可能 出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 有一些地方 你是完全空白 那 預計 我認為說 接下來這一 這種情況 會扭轉 整個扭轉 怎麼樣扭轉呢 因為 現在有太多的 裝置 可以帶你 進硬體的領域 而且是以電腦 主導的硬體領域 而且是以電腦主導的硬體領域 Arduino 樹莓派 FPGA 然後 傳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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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包版 傳統的 插件方式 新型的 甚至 電路印表機 不只電路印表機 電路手寫筆 像這種東西 很可能慢慢會普及 那 甚至像 有一些 我們現在學不到的 像 RF模組 那 那些東西 現在都正在開放延時 也變成開放硬體 所以 開放硬體的這個東西呢 慢慢的它形成一種運動 這個運動呢 現在我們通常稱為Maker Maker 那 中文翻譯成 創客 OK 那 就是 創造東西的人 那 慢慢的你會看到 我們的 城市領域 有很多人開始關注一件事情 就是Maker的運動 那 有很多人真正去做了 真正去做了 有關於Maker的事情 那 台灣這一方面我覺得 並不會比其他國家 就是 落後 那 因為我們硬體本來就有一個基礎在 那 慢慢的大家其實 焦點往這邊之後 我覺得是 很好的一個契機 那 我們 稍微看一下 Maker的這些東西 我 這期 我們 城市人雜誌 我們有來 主要看一些 電玩 之類的東西 但是 我們想 看的 今天給各位看的是這個 把工廠辦到 家庭的原型製作技術 你看到現在有一些技術 它慢慢的可以把 過去的 在工廠才能做的事情 慢慢的搬回家裡做 那 這個 東西 我覺得會帶來蠻大的影響 它會把 各位這一代或者是我們這一代 其實離工廠都很遠 有誰曾經 進過 真正量產的工廠 去看人家是怎麼做出一台電腦 或者是做出一個 裝置 很少 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你可以看得到 你在YouTube上面 你只要打下 工廠生產線 你就看到一堆的工廠生產線 所以其實你是可以看得到 但是你可能不會想去看 但是這個我覺得 對 對大家來講 其實是有重要性的 了解工廠生產線 而且接下來呢 這些技術 很可能可以搬回來家裡做 從前沒有辦法 受限於設備太貴 受限於 所以 工廠的東西可能有一些危險性 之類的 所以沒有辦法搬回家裡做 但是在Maker的這種 這種蜂巢帶動下 有可能 把這些東西搬回家裡做 第一個是 像3D印表機是最近很熱門的 不過我覺得影響最大的 其實不是3D印表機 3D印表機 最後只是為了幫你做出那個殼而已 做出那個殼 3D印表機也有可能再進一步發展 像現在呢 甚至有人用3D印表機 比較高級的 來印一整台的飛機 所以這是可以 可以 可以繼續改變的 甚至 但是也有一些研究中的技術 用3D印表機 來 印出 人體的器官組織 但是現在沒有那麼 那些東西都還沒有那麼成熟 但是可以印出一個 3D印表機 用3D印表機 印出一個外殼 你想要做創造原型的外殼 那是可以的 其實像Blender的模型之類 那些東西都可以匯出來 然後 讓3D印表機去印出 整個Blender的模型 OK 那3D印表機不是一個新技術 它其實已經存在了 可能40年有 那這個東西其實 在郭台銘很年輕的時候就有了 所以它不是一個新技術 但是 最近它又熱起來 其實 有它的原因 第一個是 3D印表機的技術 被完全開放原始碼化 完全公開化 那從前 3D印表機 會是 某些公司的 私有的財產 這些技術 但是被開放原始碼化 有一個叫REBRAP REBRAP這個東西 它就是把3D印表機整套 從程式 到那個 機器 通通都開放原始碼 所以你現在 只要去買那些材料 你可以自己拼出 一台3D印表機 有很多人做這樣的事情 好 那有一些東西 其實跟3D印表機無關 那這些東西 其實 我覺得 影響可能更大 像 電路印表機 那各位知道我們系上 其實有一台工具 那台工具一直沒有什麼人去用 那台工具叫做雕刻機 你給它一塊 上面已經鍍好銅箔的電路板 它會幫你把那個銅箔 吊刻掉剩下線路 你只要把線路 匯進去給電腦 然後它會自動刻 那你吊刻機要調整好 好 那 這種就是 可以印出電路的機器 現在本來就有 但是 接下來會更便宜 現在雕刻機 我們那一台好像二十幾萬 趙老師採購的 二十幾萬 那現在呢 我們如果不要用雕的 我們用印的 可以做到類似 現在印表機這樣 一萬塊左右 就可以買到一台 那所以你只要 用印表機 把你設計的電路印出來 在 有時候在那種矽膠的材質 有時候在紙上 也有可能 那看你想要的 的特性 有時候有些也可以放在布上面 好 那這種是電路印表機 那另外一種是 電路手寫筆 就一支筆 就一支筆 但是裡面放的呢 是金屬液體墨水 你就畫 畫出來的地方 就可以導電 OK 你把你的電阻 那些東西 直接貼在上面 好 電路就做好 好 那這種是屬於 都是比較新的東西 但是這種新的東西 其實它技術恐怕本來就有 但是最近一直沒有被量產 那最近像Kickstart Kickstart Kickstart是一個創業募資網站 就是讓有想法想創業的人 去上面 然後你把你的計畫放上去 影片放上去 你想做什麼東西放上去 你現在已經具備了技術能力 你已經有的程式 那些東西通通都放上去 然後告訴人家說 我可以做這個東西 你來捐款給我 我這個東西生產出來 你捐多少 我就給你多少 這種產品 OK 類似這樣的 那這個是Kickstart 裡面 就有一個叫Circuit Scribe 那這個計畫 就企圖做出電路手寫筆 那另外這一個 ES 這個其實就已經 已經 可以做那種 做那種電路影印 那另外傳統還有一些 本來就很成熟的 的技術 像Adreno Raspberry Pi 這已經是很成熟 那接下來呢 樂高的NST Milestone 這也是很成熟 只是樂高這個不是Open Source 那Adreno Raspberry Pi 是Open Source 所以其實各位也有機會 把到時候自己用 Adreno和Raspberry Pi 自己做 機器人玩具套件 出去賣 我覺得這會是一個可能性 因為NST Milestone 雖然它也賣的不是很貴 但是畢竟它不是Open Source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缺憾 如果你用這種東西很容易也可以做出 類似的 耗材玩具去賣 而且 你可以更赤裸裸的把那些店主那些 呈現在大家的眼前 而不是只有全部都是裝起來 要怎麼呈現在大家的眼前 第一個 你讓大家自己接店主 這是一個辦法 店主其實可以讓大家自己接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你要賣給小孩就不能這樣做 店主可以接 店龍你不能讓小孩自己接 也可以讓他們接 但是你要保證他們接是對的 不會爆炸 OK 所以 如果你今天要做一個玩具的時候 可能 你就要去設計 店龍絕對不可能反接 你透過那些插槽的那個凹槽 可以設計出來 電龍絕對不可能反接的插槽 對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做 更開放原始碼的 的機器人套件 那 另外 如果我們 像正門客我們不是用那個 iCARS嗎 那事實上我們還得借助 Atera和Lilinx的這些FPGA板 才有辦法真的感覺到我們做出來的CPU 但是 這個東西目前也慢慢的在開放原始碼 譬如說像Papillo Papillo這個東西就是把那個FPGA板 給開放原始碼 但是他現在還有一個東西做不到 他把硬體都開放原始碼了 但是軟體呢 Papillo原則上要搭 Zilinx的軟體去掃 因為那個有點大 對Papillo這一組人而言 他們沒辦法去做軟體 那開放原始碼界 其實有一個叫GEDA GNU EDA iCARS也是GEDA裡面的一個專案 那GNU EDA其實一直試圖遷入這一塊 但是那個規模太大了 GEDA一直還沒有辦法做得很好 但是慢慢有可能 這方面 逐漸開放原始碼 連FPGA也開放原始碼 在這裡 我覺得 各位要小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們的下一代很可能 會有一些天才型的人物 其實不是天才 是因為他們有環境 這些人會做什麼事呢 小學五年級六年級 城市非常強 自己會動手做 熱膏已經滿足不了他 他們玩 Rexify和Adreno 然後呢 自己在家裡就可以做出一大堆 電子 就是 資訊類的產品 所以未來你很可能看到有一個產品 是 國中一年級的學生設計出來 然後賣到全世界一百萬套 我覺得 這是很有可能出現的 因為我們的環境到現在開始 變得越來越friendly 越來越好 然後這種Maker 在家裡就可以做工廠所做的事情的 那種環境其實逐漸正在成熟 那一旦這種東西成熟了 小孩進去 大人進去 各式各樣的人進去之後 這裡我覺得會是一個很有趣的產業 好 舉個例子 像最近那個Raspberry Pi 被包裝一個叫Carno 那Carno其實就是把Raspberry Pi 鍵盤也給你 只不過鍵盤很小 讓你方便攜帶 然後呢 弄得感覺很像一台筆電 但是它其實沒有讓你 沒有螢幕給你 沒有螢幕給你 你螢幕可以自己外接 OK 所以你只要帶著 你的Raspberry Pi 跟你的鍵盤 小鍵盤 那很容易放在你的包包裡面 然後你到處呢 只要有螢幕 你就可以用 這也是一個 一個最近看到的東西 一個最近看到的東西 所以 我覺得各位 如果你專題其實 往這邊去走 其實也是一個蠻好的路 OK 那所以 先給各位介紹一下 像這集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集我們來看一下 這集在我們那個 我今天才拿到 那我覺得這本寫的還不錯 我上次有買另外一本而已 我覺得那本翻譯過來的寫的不好 那這一本是夜難寫的 覺得還不錯 那 另外還有 所以 同時我又買這一本書 Fable Life 那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就是 日本人寫的一本書 他就在講有關於 有關於這種 製作技術 把工廠的技術搬到家裡的這種事情 而且 他們有真的開這樣的課 他去修了這樣的課 他覺得很棒 他寫成一本書 那 這個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一個 Fable Life OK 那 這是他們的 這本書的內容 但是我要給各位看的是 這一個課 好 你看喔 這一門課上什麼呢 我其實很想在金門弄一個這個東西 但是現在 可能還 還沒有辦法 第一堂課 設計工具介紹 再來 樹脂 切割機 雷射切割機 電子線路設計 切割組裝 水刀 顯床 機械設計 機械設計 電子線路設計 與程式設計 3D掃描機 3D音錶機 3D音錶機 輸入裝置 感測器 塑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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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 材料混合 練習 der 1D guns 用船 爐 2D 10N 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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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TechShop就是科技店 技术店 那那个TechShop里面呢 就是各式各样你 你需要的设备 还有耗材 它当场卖给你 设备呢 它提供给你 你进去要门票 就跟看电影一样 OK 你进去要门票 但是进去之后呢 你设备都可以用 然后你耗材再自己买一下 也可以用 那基本的零件 它根本就直接让你随便取用 OK 那这种TechShop 在国外已经开始有一段时间 台湾好像还没有人 有办法把这个东西 变成一个商业模式在经营 但是有很多义务的 非商业模式的这种组织 已经在运作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种义务的 这种义务的 有人贴了一张这个 这个开放原始码的社群列表 里面有一区 这个是台湾的开放原始码的社群的列表 我把它贴到社团上给各位 这个社群列表里面 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这个可以放大缩小 那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这都可以看到 hydelt 这些是台湾的 这些是台湾的 图里面 这些是台湾的 这些是台湾的 老阻人 这一区我给各位放大看一下 这个是OpenLab 台北 FabLab 台北 FabCave 台北 FabLab 台南 然后Maker Bar 台北 所以光是台北就至少有三家这种单位以上 他跟Tech Sharp 有点像 但是他们叫FabLab FabLab这种概念就是 一开始是有一群人 他们就是那种Maker 就是很喜欢做东西的人 但是这种成本有点贵 所以一般来讲 就算你很喜欢做 你可能东西也不可能齐全 所以就几个同号 然后约一约 好吧 那谁 那哪里有一个房子空着 那我们就把那个房子拿来用 然后呢 把自己家的这种格西 通通都搬到哪一个房子里面 那大家要用的时候就去用 慢慢的发现说OK 那我们如果对外开放 吸引更多同好来一起 他们会带来更多的设备 所以慢慢的就形成这样一个空间 那大家都在里面呢 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那这种东西最近开始影响到台湾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OpenLab 台北 FabLab 台北 然后FabLab FabCave 那这种每一个人 每一个单位可能定位不太一样 像FabLab 台南 是那个郑国威弄的 那郑国威也是我的网友 那他 他就是做那个泛科学 Pan SCI 然后慢慢的他也 他虽然是媒体人 但是他也对这一块很有兴趣 因为他主要写的都是科学性的 那慢慢进来之后呢 就有一大群的这种Open Source的好朋友 慢慢的就集中起来 然后来他就干脆在台南开了一个 这种空间给大家去 那台北也有像我有个 明传大学的之前博士班的同学 那他就说 他就说 上次他去台北的FabLab 然后他们花了三个礼拜 他带了一堆学生去 他们花了三个礼拜 然后终于把那个3D印表机做好 那他说那个台北的FabLab 给他很多帮助 如果没有台北的FabLab 他应该做不出来 但是去了那边 就是有人已经会做了 他就教你 然后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样子开始 甚至他那边已经有很多零件了 然后你可以提供 然后你再自己去采购 或者是跟他买之类的 慢慢就发现说 OK这样的单位其实是很有意思 那如果金门也能弄一个的话 我就觉得就太棒了 不过目前我是很想这样弄 但是好像还没办法 如果有机会我跟赵老师在讨论讨论 那倒是有可能我们 我们在这边弄一个 可是现在我们的系上的空间都被抢光光 所以可能要弄一个空间也是个问题 我会想在这边弄一个这个东西 好 OK 所以蛮建议各位 因为你们这一代我觉得会被夹杀 被夹杀 因为下一代 你可以看到这种东西出来之后 会有一些会有一些天才儿童出现 那上一代呢 在这个领域已经沉浸很久 所以有很多你会看到就是说 我好像很难跟上他们的脚步 好 那在这种两代的夹杀之下 你们这一代要怎么样子才能够 才能够有你们这一代的特色出现 我觉得会是一个 会是一个还蛮需要去开创的东西 好那这边不只是FableLab 这边有很多台湾的关于软体 像adreno.taipay 就是玩adreno的 reLab 就玩那个3D印表机的 台湾3D Printing Recibly拍摄群 diyCNC Machine.taipay diyCNC Machine就是自己动手做车床 自己动手做车床 那自己动手做那个车床控制的软体 应该做机器的 所以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单位 软体的也有 还有分女生的 像前一阵子那个Ruby Girls 就是自允许女生参加的 Ruby程式设计协会 然后现在这种 这种Girls的团体 在城市设计领域好像越来越多 现在有Walforce Women in Free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 in Taiwan 有些男生就说 嗯 我想去参加这个可不可以 那就跟那个那边的人说 结果 结果 很多那种女子城市设计团体都不胜其劳 因为他们有些是拒绝男生参加的 那也有像这个学生计算机联会 那像那个CostCup 这个我有去过一次 那时候我去讲开放电脑计划 那OSDC 这是几个台湾比较 每一年都会开的一个会 那种会我觉得去开 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蛮建议各位 如果你 你暑假回去台湾 蛮值得去参加 像CostCup通常都在暑假 那可是呢 他的入场券 他需要入场券 入场券不用钱要索取 可是通常会秒杀 通常他一开 然后就 就没几分钟就秒杀 那所以这种 CostCup 如果你要去的话 其实比较建议是 你自己去玩Open Source 然后呢 你自己 做一些Open Source专案 放到Giha上面 或者是专门去参加Open Source专案 然后贡献程式码 那给那个Open Source的团体 那CostCup最近这几年呢 他都有那种 保留票 保留票 那保留票就是 你提出你的 那个Open Source的专案 给CostCup 他直接发一张给你 你就不用去抢去秒杀了 那这个是 我觉得是比较好 那你可以试试看 好 OK 那这里有 太多太多了 那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看 我已经把它贴到 贴到 这个社团上 我们的社团上 好 那先休息一下 好 我们下一堂课 再来看课程的东西 Copyright